记者杨振俊台中报道,网络诈骗不是年轻人的专利,苗栗献章父,60岁,单身,也掉进了网络爱情陷阱。 诈骗集团在FB中央称是国外医生Larry Godwin,Larry Godwin,一个多月不断以温柔攻势,养起妇人爱苗,然后表示寄两个爱的盒子给妇人当礼物。 但被逆日海关扣留,要求张富汇款7万元水晶至指定账户,索性台银苗栗分行保期远景,及时阻挡他汇款受骗。 张富向朋友借钱,日前3月15日实施许臺湾银行苗栗分行,准备以现金汇款7万元出去。 张富在分行前忐忑不安,犹豫不决,派驻台银的保期小队长黄张达,女警李文君主动上前了解,看富人神色紧张,在银行大门前走来走去。 询问下富人才说出,要汇款到国外的朋友。 但富人身体与声音在发抖,富人说如果不把钱汇出去,这个国外医生就要来台湾对他不利。 保期远景急于职业,判断这是诈骗事件。 又问出张富在网路上与这位自称一师Larry Godwin,拉里格德温,认识越鱼,对方展开爱情公式,称张富为Honey。 张富还以为老了才走桃花运。 一个多月后拉里突然说他寄两个爱的盒子给富人当礼物,让富人有所期待。 突然说被海关扣下,要求汇款七万元水晶。 张富一,杜说哪有这么多钱,但这个盒子不但有给他的礼物,还有拉里格德温的一身积蓄和重要文件。 还说富人如不想办法汇钱,就要来台湾对他不利。 又挑情又威胁装管齐下,张富说他不知怎么办,快要走投无路,差一点就像地下钱装借钱。 了解过程后,张富放弃汇款,保七元景与台银行员安抚富富人不安情绪, 并仔细说明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,千万别上当。 富人感谢保七元景热心帮忙,还要求在门口与两位保七元景合照, 并将保安照片回传给可恶的诈骗集团, 而后封锁对方方能疏解他这一个月来心中的压力与恐惧。